今天我們接著來聊華為Mate 40系列的最新消息 現在最新消息稱 華為Mate 40系列將於10月22日與大家見面 也就是iPhone 12系列發布後一週 如果該消息所屬的話 那麼兩款顛峰旗艦正面交鋒將變得十分明顯 不過還有爆料稱 該系列旗艦仍舊將水仙全球市場發布 將於10月20日 而在中國內發布則要更晚一些 也就是10月底 可能在10月30日發布上市 其他方面 根據此前曝光的消息 全新的華為Mate 40系列將基本延續了上一代的設計理念 依舊採用前置雙挖孔瀑屏方案 屏幕曲率將進一步增大 並且在側邊重新佈置了實體音量按鍵 用戶操作更為便捷 配置上 該機將搭載即將成為絕唱的 全新麒麟9000系列處理器 基於5nm工藝製程打造 是全球第一顆整合 內置5G調製解調器的5nm芯芯片 此外 Mate 40 Pro Plus版本將後置全新升級為超感光 主鏡頭可能會乘用5000萬像素 同時變焦和電影鏡頭也將進行全新升級 並將加入前往式長鏡鏡頭 支持5倍光學變焦 55倍數字變焦 以上的特色除了包括5nm工藝的 麒麟9000處理器更強的拍照之外 還有一個重大升級就是66W的超級快充 這時的充電速度 比起膠上一代提升了60%以上 雖然無法與同行100W快充 甚至是120W快充競爭 但華為的技術 兼顧了穩定性發熱控制 及電池容量保證壽命等問題 之前華為擁有40W超級快充 不過在2020年 40W的速度已經屬於落後的旗艦隊列 其他家的65W、100W及120W快充都已量產 使得手機充滿電最快只需要15-20分鐘 而華為40W快充 典型充滿電時間還有1小時 根據最新的爆料 Mate40這次升級了66W快充 會繼續使用電荷泵技術 可輸出11V 6A功率 總計66W 同時電池容量也沒受影響 依然不低於卸有水平 考慮到華為的影響力 Mate40系列升級66W快充 對消費者也是一種重重 最後 如果全新的華為Mate40系列 旗艦將於10月22日全球市場上發布 那麼中國內的發布 也就將於在月底前進行了 屆時 全新的Mate40系列 將涵蓋了四種型號 包括Mate40、Mate40 Pro和Mate40 Pro Plus 以及定制版的Mate40寶石節設計版 具體詳情我們拭目以待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